电眼瞎看陪你砍大山 欢迎来到瞎尖看 我是老二 妙龄女子被人生生活埋 可她却丝毫没有反抗 原来这是风水师杨申在为女子美美逆天改命 美美恰逢流年天克地冲 立春之后便开始诸事不顺 而在今晚虚实 美美满盘的地支将会被冲散 这是死结 所以便有了这场假死法事 目的就是让美美入土为安 造成她已死的假象 从而蒙蔽上天 一切准备就绪 杨申高声颂唱导词 最后只需焚尽印用美美明慧的女衣包即可 不料就在火苗燃起的瞬间 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 暴雨倾盆而至 似乎两人忤逆天命的做法已然暴露 见情况不妙 杨申急忙跑到树林 可这雨来得太急太快 轻刻间雨水顺着山坡渗透向美美 本就呼吸不畅的她 瞬间感到了窒息 好在杨申快不赶来 这才将美美拉出土坑 一场悲剧终于化解了 但美美被彻底激怒 大骂着转身就走 然而她却不知道 印有自己名字的女衣包并没有焚烧完全 这就代表着改命法事没有完成 眼看天空中那堂黑云正随着美美而去 显然命运的齿轮仍然在无情的转动 她最终能逃过一命吗 欢迎大家和老儿一起收看今天的电影《命案》 美美坐上计程车回到福河大厦 这里是她的家 也是美美挣钱糊口的地方 她是一名粉红女郎 也就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各路牛鬼蛇神齐聚于此 有同行组儿排查连环杀人案的老差骨等警员 送外卖的少东 紧随其后的是追赶她的阳身 以及想要光顾美美生意的年轻男子 说来也巧男子以报纸遮雨 手掌却印上了美美的广告 刹那间她的神情变得琢磨不定 文指彬彬的外表顿时不见 反倒是满脸的阴沉猙獰 她率先赶往美美所在的7A房间 此时的男子索性不在遮雨 任由身体被冲刷淋透 意外的是美美与她擦肩而过 但男子并未走远 见美美归来 男子一路狂奔静止将美美打倒在地 没错这男子便是警方追查的杀人凶手 好巧不巧 少东的外卖地址被雨水淋湿 9A变成了7A 在她敲响房门的同时 美美早已被绑在半空鲜血横流 而少东却是个等不了的人 她疯狂按动门铃 屋内始终没有回应 凶手和少东纷纷看笑猫眼 虽然两人互相不知道 但他们的眼神却是在直直对视 趁着这个空当 美美挣脱了嘴上的胶带 大喊着救命 见事情暴露 凶手一刀封喉 也就在这时 杨申终于赶了过来 他疯狂喊着美美撞起了大门 不想凶手看准时机开门就跑 残忍血腥的一幕让杨申呕吐不止 可少东却是盯着骇人的鲜血 蒸蒸出神 下一刻 他竟然踩上血迹 享受般的舞动起来 满脸的汗水急促的呼吸 仿佛少东对鲜血有着变态的渴望 好在杨申理智尚存急忙拨通报警电话 老柴谷等人快不赶来 正遇上了逃出大门的凶手 只是老柴谷等人年事已高 面对年轻力壮的凶手 很快便被圆圆甩开 凶手淘击一家面馆 将凶器藏进了南卫生间 等他再次出现 已经换了身衣服 轻快的从面馆逃出生天 杨申和少东被带回警局调查 杨申如实交代情况获得了女警的认同 一切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每每改命失败 最终被凶手杀害 全是命运所致 只不过杨申却认为命是可以改的 只差那么一点点 都鬼那场雨都是老天在作怪 杨申没有嫌疑 少东一样如此 雨水令外卖单上的墨水化开 九楼变成了七楼 所以少东送错了外卖 又是雨 是杨申口中老天刻意为之的大雨 造就了这机缘巧合的命案 而且凶手每次作案都选择在雨天 只是少东依然对自己 鞋上的斑斑血迹格外关注 这一幕引起了老拆骨的不满 他以化验为由 严令少东留下鞋子 更是走向少东的父母 说盯着尸体的少东 正如当年傻猫时一样 必须要好好看惯 难怪老拆骨始终对少东充满敌意 原来两人在多年前便有交集 更巧合的是 少东的父母正是面馆的老板 也就是凶手偷藏凶器的地方 此话一出 少东大吼着甩掉鞋子 愤怒其身 这一幕让杨申一愣 当即起挂瞻目 得到的结果为砍挂 这让杨申大吃一惊 不顾一切追上了少东 他的命运正在走入绝路 但少东对此不屑一顾 踩上油门扬长而去 可他内心嗜血的欲望 已经被彻底勾起 脑海中不断回响着 每每被害的现场 无奈之下 少东只能用皮筋不断打击自己 然而就算皮筋断裂 他依然无法平静下来 伴随着屋外阵阵猫叫声传来 少东彻底失去了理智 即使父母在旁不断劝告 避免他再次坐牢 结果一样于事无补 少东还是风一般拿起匕首 冲出了家门 就算年迈的父母苦苦追在身后 母亲更是心急倒地 可少东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他一路来到公园旁 飞身扑向黑色的鲁老猫 就在匕首落下前的一刻 黑猫终于奋力挣脱 恰巧杨申经过此地 他急忙大喊起来 想要帮助少东算上一挂 鬼使神差下 少东真的跟了上来 他八字身弱 不成从阁 变成官杀混杂 为人无情偏激 有暴力倾向 少东命格的七杀赎金 所以从小就喜欢刀剑利器 沉迷杀生 少东的本命已经很差了 但他在九岁大运开始时 却欲忌神当道 命格变得客胁交加 性格愈发凶残 幼年时便惹下很多麻烦 无人能解 再看少东的八字神煞 地支叠剑 天罗地网 一欲行冲 便会犯牢语之灾 他四年前正值冲太岁 当年必定坐过牢 事实果然如此 不知为何 少东总是对黑猫充满了敌意 他的残忍行径 被老拆骨抓个正着 锅当入狱 现在少东还会因刀兵之劫坐牢 这一劫横跨两个大狱 刑期将会是二十年 少东自然不愿当即询问能否改命 杨申也不含糊 立刻以紫薇斗数测算 这一看 瞬间让他大惊失色 福德功不祥 连真心画迹 同时会上六煞星 这说明少东将会犯下命案 话音刚落 老拆骨追寻而至 一把将少东压在桌上 好在有杨申从旁辩解 不过老拆骨此来的原因 却是少东母亲中风住院 即便如此 少东暴躁的脾气 依然没有缓解 更是冲着家人厉生怒口 丝毫不顾昏迷在床的母亲 少东的姐姐更是一见到弟弟 便远远躲到了一旁 此情此景让杨申很不理解 为何少东对亲情能够如此淡漠 但他不知道 少东有着病态般的人格 天生便没有良知 没有同情心 说白了少东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 而姐姐之所以畏惧少东 正是因为年少时的惨剧 少东趁姐姐午睡时 将无数刀具围在其身边 导致姐姐脸部划伤 永远破了笑 对此少东没有一丝愧疚 反倒认为是父母害得他变成现在这样 只不过既然是天生的 那到底是少东的错 还是命运的错呢 杨申正是抱着这样的心理 决定帮助少东改命 先要调整的便是少东家的布局 大门堪二黑 流年玉三臂 犯官非 要用红色化解三臂 但少东的命格计划 需改用相对温和的粉红色 接着在屋中设下三河水局 催忘少东的水气 不仅如此 少东的穿着也要忌讳 只能穿黑色和蓝色 五情输水 改造完羊宅还要看阴宅 虽然少东还未出生 爷爷便撒手人寰 但人受体于父母 本害得气 遗体受阴 祖坟的风水 对后人影响极大 谁知少东家的祖坟 风水极佳 前山迅象 望子孙 拦头更是有行有恃 那为何少东 会落得个如此人生呢 这还要怪墓旁的 那棵大树 树根入关 子孙大凶 此格局 必须立刻搬走祖坟 可就在阳身眺望时 却被一对老夫妻 吸引住了目光 两人正在一宗墓前祭拜着某人 这一举动让杨身瞪大了双眼 随即冲下去想要一探究竟 但到了近前 他却没有勇气再上前一步 反倒不断喃喃这 不会的 等回到家中 杨身从破旧的铁盒中拿出一张照片 他看着女人的笑容 蒸蒸出神 自言自语着 夏婷宝满 没有文 没有志 没有破 不会断命的 随后杨身拿出书籍确认 告诫自己不要乱想 不是她 一定不是她 她一生行好运 一生都有福 这个女人必然是杨身牵挂之人 可结果恐怕要让她失望了 那座墓碑正是属于这照片上的女人 虽然杨身并不知道这些 但关于她和少东的运气 实在差到了极点 大王从天而降 说是要维修波落的外墙 更有诸多工人拿着钉锤不断敲打 此局势正构成天罗地网 万箭穿西 这是老天在出招啊 他不允许少东改命 既然如此 杨身决定先牵祖坟 可还没到地方 两人便被圆圆堵停 杨身顿感不妙 狂奔向墓园 等到了现场 他瞬间愣在原地 墓园出现了严重的山体滑坡 无数尸骨暴露荒野 这又是老天在出招 但话音刚落 杨身毫无征兆的愣在原地 他终归看到了 最不愿看到的那座墓碑 也就在这时 女孩的父母发现了杨身 两人不由分说 上前怒骂出大 如果不是杨身 他们的女儿便不会自我了结 这番话更是让杨身情绪激动 扑倒在墓碑前痛哭流涕 癫狂的动作似乎在说明 杨身也有着自己的忧患 果然 等他稍稍清醒下来时 杨身第一反应便是 查看胸前的护身符 化精神病符 杨身一阵庆幸 随即狂奔回家中 他很疑惑 今天虽是自己的流日 可毕竟无形无冲 自己怎么会情绪失控呢 杨身立刻查看 自己部下的风水阵 好在一切阵物安然无恙 但他此刻才注意到 自己鼻子上的疤痕愈发变大 流年部位破了像 会交霉运 这一切都是因为少东 命运让他目击凶乱 是要他去杀人 而杨身遇上少东 是要逼杨身发疯 念及于此 杨身拒绝再帮少东改命 原来他的父母都患有精神病 杨身受到遗传影响 并发的可能性是 正常人的45倍 他的母亲曾逼迫杨身 生存蟑螂 被拒绝后 竟直接放入了自己口中 而杨身的父亲 就坐在一旁目睹了 全过程 默不作声 下一刻 父亲站上木箱 一跃而下 悲惨的童年仍然不是杨身不幸的结束 他的命格显示一定会变成精神病的 成年之后的杨身担心无比 他原本和女友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但越是开心 就越害怕自己会犯病 所以他毅然和女友分手 就是害怕连累了他 可最终女友却因他而死 杨身越说越激动 情绪逐渐失常 他拿起铜锣敲个不停 重复着尽心无病 只是这样的做法根本无济于事 更何况身边还有一个情绪更糟糕的少东 短短片刻 杨身的风水正被他破坏一通 而杨身只是呆傻的躺在地上 他眼中的世界变得心红妖异 似乎厄运已然降临 做完这些的少东仍没有停手 一把扯下杨身脖尖的符咒焚烧殆尽 直到斗转星移天光大亮 杨身眼中的世界依然是血红诡异 可就在这一片妖艳中 却有一抹洁白独属一掷 那是被少东破坏后 仅剩的一朵花儿 似乎是上天垂帘 留给了杨身一线生机 他不敢怠慢 将花朵摘下精心呵护 然而眨眼间乌云蔽日 世界陷入无边的黑暗 这让杨身愤怒无比 老天是在刻意遮住阳光啊 但他不会放弃 没有太阳那就自己来创造 缺少水分那就一点点滋养 即便如此 残存的花瓣还是在杨身面前一片片凋零 正是这一幕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 花只有在凋谢后才会结出果实 洛宏从来都不是无情之物 他要化作春泥滋养新生命 顷刻间杨身一喜颓势 他重新布置家中的风水阵 更是在背上闻了大大的符咒 自此杨身坚定了自己要和天抗争到底 他要帮少东改变命运 可失去了杨身的少东 却来到美美的命案现场 看着极尽干涸的血迹 少东满一眼贪婪 大口瞬息着铁锈味的气息 好在杨身及时赶到拉起少东直面自己 猙獰狭长的血丝遍布眼球 如若红根贯穿眼球 那便是赤脉贯精 到了那时 少东绝对会犯下人命案 听到这话 少东总算恢复了思思理智 被杨身拉到了新的住处 这里望丁望财 似山骇巷 再加上屋内的布局 极其适合少东 只是看到屋内的状况时 少东不乐意了 这根本不像居所 更像是坐牢用的监狱 但这样也是为了少东好 此种布局 正是让少东主动应受灾结 可杨身不是很怕自己发疯吗 为什么还要帮少东呢 过去的杨身因为害怕 这是女友丢了性命 这次他想搏一搏 不愿再自私下去 说是向天争命也好 弥补赎罪也罢 杨身此刻下定了决心 少东一样需要改变 先从丢掉香烟做起 因为他寄货 其次便是放生鸟儿 求取功德 还有站在太阳魔法阵中强烈表达自己对生的渴望 冲向云霄的鸟儿们成群结队 绽放出一阵阵金色的华光 似乎少东的改变正在一点点得到回馈 然而到了晚上 杨身却探到了一个惊人的现实 白天放生的鸟儿全都死了 无数生命因此而去 少东根本积不到福 更改不了命 还害了好多生命 绝望之中杨身猛然发现还有一只鸟儿活着 那便是无情天道留下的一线生机 可还不待两人兴奋 一只黑猫赫然跳出 生生吞下了鸟儿 这一下杨身彻底绝望了 平静无常的夜空在他眼中又一次变了模样 血月红云 灾恶当头 而追逐黑猫的少东果然应验 刚跑出两步便遇到了老拆骨 奔跑中 少东早已发现了后方的身影 他瞬间忘掉黑猫 将仇恨转移到了始终盯着自己的老拆骨身上 好在杨身及时调整好情绪拦下了磨刀霍霍的少东 此时此刻杨身终于看清了少东的真面目 他根本没有想过不杀人 而是想要杀了人不用坐牢 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少东明明不是精神病 为何就不能理智一点呢 但杨身无法理解 这样的画面从小便存在于少东的脑海中 他们就像世人的恶魔不断侵吞着少东的理智 不过这难不倒杨身 他瞬间想到了一个办法 改心 以念经去修炼内心 一念带万念 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虽然不情不愿 少东还是念了起来 做这些远远不够 杨身拉上少东来到面馆 一边免费派送 一边祝福他人 以此来修炼自己的发心 让念念都是善念 即使少东听话照做 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 完全是在应付了事 可他们没想到 那个文质彬彬的凶手 却赫然现身 他要来面馆 取回凶器 不料凶手刚准备行动 老柴谷不情自道 他怀疑少东的行为 别有用心 更是直言 昨晚的他想要对自己下手 这是否也是上天注定的命运呢 让老柴谷遇上少东 将其击毙正发 短短几句让少东情绪失控 好在他没有当场爆发 来到厕所躲避 但就是这意外的巧合 竟让少东发现了 凶手藏匿的作案工具 锋利的刀身上 依然残留着海人的血迹 看到这一幕的少东 瞬间情绪激动 露出了猙獰的笑容 依然在派番的杨申 丝毫没有注意到不对 他还在向老柴谷解释着 少东天生就是个人渣 可老柴谷的正义感呢 会不会也只是天生的呢 如若这般 那老柴谷故也是惯性使然 并非心之所向 欢迎刚落 杨申竟看到了 少东的父亲和姐姐 本以为自己的做法 会让两人开心 毕竟这是在让少东变好 然而姐姐却不这么想 杨申有什么资格和权力 来干扰一家人呢 十几年来 一家人始终担惊受怕 姐姐更是每天失眠 她最安乐的时候 便是少东坐牢的一面 所以现在的少东 就应该被抓进监狱 情绪激动下 姐姐一把取下口罩 翘脸上如沟壑般的伤疤 触目惊心 她已经无法做一个正常的女人了 但身为父亲 无论如何都希望子女能好 她也期待着少东 能够真的改变 只是所有人都不曾想到 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就在面馆之内 她面不改色 心不跳 主动和老拆骨搭起话 见老拆骨腿脚有伤 身为物理治疗师的凶手 主动出言 指导她进行康复训练 效果立竿见影 老拆骨开心的想讨要名片 不想 凶手却说 这并不是自己最想要的职业 原本她是能够成为一名医生的 但异常意外 让她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当时的凶手本欲解剖老鼠 明明老鼠已经溺亡 却不料在解剖中突然复活 那开膛破度区 依然吱吱惨叫的场面 让凶手倍感恐怖 从此与医生这一职业再无缘分 同样的 这番遭遇也是凶手扭曲风膜的原因 也就在两人说话间 少东一脸轻松笑意的从南侧走出 老拆骨虽然倍感怪异 但并未察觉出什么 当他走出面罐时 意外遇见了被追债的祖儿 看到老拆骨离开 凶手立刻动身 谁知南侧竟然大门紧锁 询问之下 少东立刻变了脸色 直言南侧坏了 显然他对纤细淋漓的凶器产生了兴趣 待到终于完成了派送 少东迫不及待的拿上凶器就走 他完全没有注意到 凶手就在接对面紧紧跟了上来 当回到如监牢般的房间时 少东满怀期待的打开凶器包 如魔鬼般贪婪的吸尸其血液的味道 转瞬间他看到了面前满墙的经文 想到自己的做法是在前功尽弃 少东当即放下凶器 开始念诵经文 下一刻 咚咚咚的敲门声突然响起 来人竟是从福河大厦搬来的祖儿 为了躲避高利贷 他竟住到了少东对面 不料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祖儿 少东握着螺丝刀的手越钻越紧 他已经处于暴走的边缘 随时都可能痛下杀手 眼看嗜血的欲望即将冲破离制 少东悬崖勒马扔掉螺丝刀就走 他根本不曾注意到 凶手就躲在楼梯间 阴森的注视着一切 但麻烦并没有结束 祖儿的到来造成了流年大门开武皇的格局 此事损财商丁 对少东极为不利 当杨申看清了祖儿的面容时 更是惊呼他运势不佳 情况果真如杨申所言 祖儿十八岁时 笔节被克行偏财运 命格中是洋润透偏财 有了钱便贪玩无节制 价值赌性强 财便留不住 果不其然 祖儿第一次买财票就中了头奖 可他却因此被父母和男友欺骗 六亲原伯 因财招货 中奖甚至会害了祖儿的性命 谁知祖儿根本不听 还说不读怎么翻身呢 其料他这个月便有大劫 而且是杀身之祸 此话一出 祖儿并没有太多感触 反倒是少东阴沉着脸来到了镜子前 这一幕被杨申看在眼中瞬间明白了什么 难道少东的杀结要硬在祖儿身上吗 刹那间 少东眼中的血丝猙獰现身 他的情绪逐渐走向失控 关键时刻 杨申留下众多护身物品 拉上少东就走 他准备带上少东 立刻搬家 临行前 杨申将祖儿家门前收拾一番 放上镜子 暂时躲避一下灾祸 不想收拾东西的少东第一时间找上了那包凶器 杨申顿感不安 极力劝阻 可就在两人争执间 凶手现出身影 以雷霆之急将两人放倒 拿上凶器包就走 少东在后紧追不舍 甚至开上车全力冲去 杨申头部遭受重创 却依然亮枪着跟了出来 但此时的天空色彩交织 狂躁的闪电映射出天空的蓝色 其中竟夹杂着血色的星红 还有雷电自身的紫霞和他炸裂出的金光 诡异的场景无人关注 只有杨申震惊凝望 久久不能平息 下一刻金色狂龙毫无预兆的批诺当穷 爆发在杨申和少东的汽车之间 耀眼的光发熄灭了路灯 也阻碍了两人的视线 随着砰的一声闷响 少东意外撞飞了杨申 好在他并无大碍 只是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处精神科 他对精神病无比抗拒 根本无怨多呆 更是疯狂的拍打脑袋 露出背上的浮皱纹身 以此向少东证明自己没事 两人拿上药快步返回杨申家中 谁知他一边说着帮少东查资料 一边却又骗少东服下镇镜剂 但杨申并无怠心 他是怕赤脉灌精的少东会出去杀人 一旦想到办法便会放少东出去 尽管少东怒吼反抗 可杨申不管不顾 痴狂的查找起资料 然而从黑夜到白天 再从白天到黑夜 他依然没有想到可行之法 几乎崩溃的情绪让他癫狂失态 月亮更是变成了心红嘲笑着的恶魔一般 暴走的杨申冲到信号塔上 用力拍打宣泄着 即使锁链断裂 他也毫不在意 待到天光大亮 杨申猛的惊醒起身 他似乎想到了办法 此时的少东还在昏睡 但杨申已经哼起了轻快的小曲 推着少东前往某处 天空中阴云不定 趋于间便降下大雨 清澈的水滴洗刷着人事之间 却也让凶手兽性大发 命运的齿轮无声转动 凶手一眼便看到了彩票中心的祖儿 那戴上口罩的杀戮眼神 祖儿早已铭客在心 他快步赶回家中 同时告知老柴谷 然而祖儿刚刚搬家 老柴谷只知方位 并不知道具体地质 话还没说完 凶手一把将祖儿摔进屋内 可直到此时 祖儿心里想着的 还是那散落满地的彩票 挣扎间 他看到了阳身留下的水晶柱 生的本能让祖儿狠狠反击 巨大的力量让水晶柱直中凶手裹梗 鲜血如泉涌般喷勃而出 其量凶手竟拼着最后一口气 接连向祖儿刺去竖刀 如若不是祖儿想要拾起彩票 凶手也不会得逞那致命一击 这便是祖儿的命啊 恰巧此时 高离带追债上门 两败俱伤 满是鲜血的一幕 让两人大惊失色 飞一般逃下楼去 正遇上了赶来的老柴谷 及时的枪响阻止了凶手的亡命一刀 作恶多端的他被老柴谷当场击毙 祖儿生命垂危被宋医抢救 老柴谷则亲自压界凶手尸体 前往脸坊 意外的是 阳神带着少东去的地方也是这里 他想到了利用鬼伤身帮助少东改命 让一个善良的鬼魂占据少东的身体 这样他便不会再想要杀人 命运也会完全更改 等到流年一过 阳神再帮少东召回灵魂 自此大劫已过 诸事顺遂 说吧 也不管少东同意与否 当即开始诵经做法 在为少东喝下浮水后 只需等鸡飞扑翼便可上身成功 谁知等了许久 那攻击始终不见动静 阳神表情一愣 旋即想到是少东阳气太胜 说话间 他拿出匕首划破少东额头 以此放血泄阳 只是一下 攻击便扑上其翅膀 少东立刻乌噎着表示上身成功 但他眼中依然存在的赤脉灌精 却让阳神生疑 恰巧老拆骨在门外经过 说起了凶手的尸体也在此处 这话让阳神一漏 拉上少东就走 他隐隐猜出 少东身上的不是善人鬼魂 而是凶手的 而阳神此时毫不自知 他已经陷入了风魔状态 少东根本没有被鬼上身 他还是他自己 争执中 少东将阳神推翻在地 终于挣脱了数据 可就是这一下 让阳神倒在了腐蚀液体上 背部的灼烧痛感 让他顾骨的少东急忙冲刷起来 也就在此时 少东转身就诊 剩下的阳神却旧伤复发 额头上留下醒目的血迹 鲜血浸染下的阳神满目心红 转头监睛看到攻击飞升而过 这不是鬼上身的征兆吗 死去的人不止凶手 还有抢救无效的祖儿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才松开紧握着彩票的手 然而刚刚逃出生天的少东 依然没有夺过灾节 他正巧遇上了迎面走来的老柴骨 意外的是 少东同样看到了女警车上 沾血的凶器 嗜血的欲望和复仇的冲动 袭上心头 少东拿起凶器 跟上了老柴骨 但拔刀的瞬间 他看到了眼前的一汪小小的积水 远处屋檐上的水滴 因为风的吹动巧合的落在了少东面前 形成了这一处不大的积水 他的命格正需要水来化解 而那积水之中 有着一只蚂蚁不停挣扎着想要逃脱 只是每到爬出积水的前一刻 他都会被水滴打落回去 可他始终没有放弃 也就在这犹豫的片刻 杨申竟然出现在老柴骨面前 一砖头将他拍晕过去 杨申不知为何将少东和老柴骨带回了房顶 呆傻的刺算着老柴骨的命格 他同样面临着死结 少东的案件每次都落到老柴骨手中 这正是上天要少东杀了他 说把不管不顾拿刀扎向了老柴骨 当鲜血的刺激涌入口鼻的瞬间 杨申的语气变了一个人 竟是那凶手的声音 继而引诱着少东了结老柴骨 但此时的少东异常清醒他直言杨申是被凶手上了身 短短片刻杨申回过神来 他想要挣脱体内的鬼魂却始终在两具灵魂间摇摆不定 可少东似乎已经看透了命运 老天要杨申帮他 是要杨申发疯 杨申疯了就会逼迫少东杀人 既然如此他又怎么会动手了 此时此刻少东仿佛悟痛了一切 他紧握住杨申赐下的匕首 即使自己的双手血流如重 少东拦下的彻底混乱了杨申 这一瞬间杨申恢复了理智 但他也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现实 背上的符咒没有了 自己终归无法逃过精神病的命运 眨眼间乌云彻底挡下了光明 杨申 少东 老拆骨这三个命运纠葛的人 再也看不到了阳光 低沉的空气催动起少东对抗着的杀戮命运 他瞬间失去理智 提刀走向老拆骨 恰逢此时雷云滚动 强风阵阵 强大的冲击力带起晃动的信号塔 凋落的铁钉给了老拆骨逃脱的机会 他趁机擒住少东 将手铐死扣紧 然而结果却没能如愿 老拆骨还是被少东打倒在地 眼看致命的一击已经蓄势待发 杨申突然就这么疯癫着怯了 没有输是自己选的 全都是自己的选择 其实从一开始 杨申就明白自己的命运 帮助少东改命 自己必定会发疯 他一直都知道这个结果 为什么没有逃避呢 正向他精心保护下的最后一朵花 花只有在凋谢后才会结果 这一样是他早就明白的道理 杨申自己就是花 如果自己不变成护花的春泥 少东这个果又怎么结得出来呢 是啊 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 没有什么迫不得已 正向年少时的少东 他已经没有了匕首 却还是被命运狠狠戏弄一番 摔碎在面前的啤酒瓶 挑起了他最后的冲动 少东当着老拆骨的面 对黑猫动下杀手 这一次他不想再错了 只要自己选得对 那所有的错都将不复存在 命运的齿轮自然也会波振 这一刻 少东划破额头冲着漫天乌云 放声高呼 他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黑暗退去的瞬间 露出的是刺眼的万丈霞光 少东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心声 飘摇动荡的风雨总算完全退去 虽然杨申住进了他一直抵抗的精神病院 但少东经常来看他 他也时而清醒 时而疯癫 老拆骨放心的退了休享受起人生 而那只无数次扰乱少东的黑猫 也不再害怕人类的威胁 因为少东彻底和过去的自己告别 迈向了充满光明的未来 全篇完 命案是本年度万众期待的影片之一 老二等了许久 终于把他盘来了 剧中有三位角色始终游走在失控的边缘 就像是一颗颗随时都会爆发的定时炸弹 林家栋饰演的大师杨申 背负着父母遗传的精神病基因 时刻都有着发病疯癫的可能 杨乐文饰演的少东天生就是反社会人格 嗜血的冲动和无法抑制的狂躁 时刻冲击着他的神经 陈湛文饰演的杀手因为学生时代的阴影 每逢雨夜便会生出折磨与杀戮的欲望 看似一副光鲜亮丽的都市繁华 却无处不在透露着阴间景象 而最终只有一人走了出来 那就是少东 其中的过程最关键的因素 无疑是杨申 他因为自己的潜在遗传病始终患得患失 杨申憧憬美好却又害怕失去美好 所以他便亲手毁掉一切 只希望从旁人身上找到改命的可能 命案的命字可以说是生命 也可以说是命运命力 杨申为了避免自己发疯 甚至丢掉了原本的姓名 以至于影片结束 我们都不知道他姓顺名谁 而杨申二字也必然是他古缺命格所起 在他帮助少东的过程中 先是改变环境 随后调整祖先因弊 最后是带领少东改心 改变心性 让其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万般皆是心 点点皆由人 善恶往往就在一念之间 选择一样可以改变命运 但改变的不是所处的大环境 而是内心对行善或是行恶的选择 杨申最后看似牺牲了自己 惯醒了少东内心的善 实则他并非完全发疯 他守住了最重要的信念 杨申是花 只有花凋谢了才能结得出果 所以老二不认为他的结局是悲的 说到杨申这个人物 有一点值得探讨 那就是最后的天台上 他到底是发疯了 还是被杀手的鬼魂上了身 老二个人的观点是他发疯了 也就是说这部片子中 老二不觉得有鬼出现 发疯的理解是 人会缺失了三魂七魄 这时候如果面对杀手那完整 且凶残的鬼魂 杨申又怎么抵抗 甚至间歇性的恢复理智呢 在少东探望杨申的场景中 他虽然说着说着就会失去理智 但那样的表现可以看出 主导这个人的还是杨申自己 而说到改命 不知道小伙伴们怎么看 老二想到了一本书 《了凡四讯》 这是明朝著名官员 思想家袁皇 袁了凡写给儿子袁天启的家书 少年时代的了凡先生 遇到了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将他的一生算得清清楚楚 而且很快便在了凡先生身上 一一应验 只是了凡先生的命中注定无后 只能活到53岁 直到某一天 了凡先生遇见了云古禅师 禅师告诉他 只有凡夫俗子才会有所谓的命数 非常善良之人 命数很难困得住他 非常邪恶之人 命数也很难框得住他 因为善与恶积累下来的种子 会让命运变得不确定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自己造作而成 每个人的福报也是自己努力而得 自此 廖凡先生大受启发 为自己立下了十年 做三千件好事的目标 打着之后 老先生的预测便不再灵验 一生行善的了凡先生 依靠自己的善念 成功改命 不但有了自己的儿子 还活到了73岁的高龄 所以大家认为命可以改吗 说完了剧情方面 咱们接着说说剧中提到的一些名词 首先是杨申队美美说的天克地冲 在八字的天干地支中 最常用的五行基本准则 形冲和害 就包含冲克 其中又有天干相冲克和地支相冲克 天克地冲说的是天干和地支 同阴同阳冲克 比如甲子与耕武 甲银与耕申 甲臣与耕虚 归仇与丁卫等等 天克地冲会出现在大运 流年 流月 流至 与自己的四柱干支作用 在杨申知道美美假死时念诵的咒语中 提到了五方灵童 分别是东方清灵童子田昌 手持青莲花 王方金辉童子幼亨 手持红莲花 西方真爵童子周中 手持白莲花 北方开明童子高思 手持碧莲花 中央妙光童子严章 手持黄莲花 五方灵童的职责 便是接应亡灵和往生神仙界 当杨申为少东补挂之后 得到了砍挂 此为下下挂 行险用险 砍挂同挂相叠 砍为水为险 两砍相重 一阳陷二阴 险上加险 有陷入重重艰难阻碍之下 所以杨申才会反应的很激烈 并且想通过少东来验证可以改命的信念 当杨申正式为少东算命时 提到了他官杀混杂 也就是正官与七杀在命局中同时出现 又称为官杀并鉴 在八字命局学中 官杀混杂一直被人所诟病 认为官杀是克自己的 也就是伤害自己的五行 不管是男命还是女命都为不及 能否富贵以及富贵的层次都会受其影响 对男命来说 正官和七杀在八字中代表工作事业和子女 若出现官杀混杂则事业动荡无成 总是遇到阻碍生活处处不顺小人当道等等 一般官杀混杂的人身弱居多 命局中相克的地方多了就会阻塞不通 时间久了就会难敷重压 最终造成混乱 其后果不堪设想 这正符合少东的角色特点 杨申的下一句话提到了七杀 这说的是七杀格 也称为偏官格 是吉凶之善 名称虽凶 实则有志有化 可转凶为吉 有大成就之贵 七杀为日主祭神石 体现出的心性为好斗 性格极躁 做事过于激进 性情刚硬 最甚者堕落极端 同样符合少东的性格 接着杨申看起了少东的八字神煞 他的地支叠剑天罗帝王 这是八字命居中的凶煞之星 臣为天罗 虚为帝王 火命人逢虚亥为天罗 水土命逢陈寺为帝王 陈剑寺 四剑臣为帝王 虚见亥 亥见虚为天罗 网罗密布 主疾病之灾 牢狱之灾 大运流年 欲之 愚人不利 这对应了少东学生时代的入狱经历 当少东问到化解之法时 杨申用到了紫微斗数 其中提到了连针画迹和六煞汇聚 先说连针画迹 连针是北斗第五星 五行属丁火 凶石代表歪曲 邪恶 是非 为小人星 画迹星位居北方砍弓 五行属人水 相依天寒地洞 万物死绝隐藏 在紫微斗数中 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四画 分别是画路 画权 画科 画迹 画是一种洞的现象 由珠星的性质演变而来 是主星拖出来的语气 表现出的是一种变化倾向 它们与不同的星耀结合 落入不同的宫位 都会给命主带来不同的结果和影响 一般而言 画路主财物或享受 画权主有权力或有表现 画科主有声明 画迹主不顺 连针画迹水火相克 加重其害 变成解不开之死结 所谋多不顺遂 欲试烦扰而纷乱无章 而后世六沙汇聚 六沙星指的是紫微斗树中的 晴阳 陀螺 火星 灵星 地空与地结 与六级星 文昌 文曲 左辅 右臂 天魁 天月相对应 六沙星对命运是有极强的破坏力 对应的破解之法是五行通关 阴阳相继的化解之法 提到阳身为少东调整阳宅时 提到了两个关键词 大门开二黑和流年御三臂 流年风水中的二黑星 对应八门中的死门 代表着病星 病神 也称为病福星 二黑病福星所到之处犯二黑煞 诸晦气 忧愁 抑郁 病痛 灾厄 会带来疾病缠身和伤痛 血光之灾 非来横祸等 对家人的健康方面影响很大 同时也危害事业 财运等 流年九星中的三臂 鹿存星 属凶星之一 主竞争 是非 矛盾 争斗行伤官非 画三臂是非争斗星 很多大师都会建议选用粉红色物品化结 这点与剧中阳身的结法相同 解决了阳宅便开始到了阴宅 也就是少东爷爷的埋葬地 这里的天然布局是前山巡像 为八运六望之一 也就是面朝东北 正对前山 左侧为巡位 右侧为昆位 前山代表天 巡位代表风 昆位代表地 前山能够带来财运旺盛 迅位能够带来事业发展的机会 昆位能够带来健康长寿的机会 只不过剧中的墓穴有树根侵入 导致格局被迫 除了前山巡像 还有一处风水格局的运用 四山亥象 是阳神让少东居住新房屋的风水 四山亥象同为八运六望之一 布局合理的话会大望丁裁 两种格局在风水布置上极为雷同 即向方有水且圆润秀美 或者有三叉水路名堂 座山有高峻山或高楼峰 主丁裁两望 可这间选好的房屋 很快因为祖儿的到来而被迫 变成了流年大门开武皇 武皇是风水中的武皇方位 是整年的风水凶艳 武皇和二黑是九大运行中的两大灾行 武皇兴飞临方位形成的煞气 称为武皇大煞 主招灾惹祸 轻者疾病 家事不合 事业不顺 重者凶灾横祸 化解武皇不能用木来克制 需要用金来泄其气 而破坏者祖儿本人的命力同样很差 他笔结被克行偏财运 命格又为洋刃透偏财 笔结星是一个人的命运之星 他们决定一个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走向 通常被称为笔尖和结财 偏财喜见观星 由于偏财要险才好 但是一旦险容易被笔结分夺 一旦偏财被分夺则祸害败出 剧中的祖儿在中了彩票后 便导致父母离心难有背叛 可他的厄运远远不止于此 祖儿遇上了流年杨刃 杨刃是八字神杀中过强的干支组合 就是八字神过旺 杨刃者本为私刑特殊之星 特性刚烈暴力急躁 不过杨刃虽为凶行但不一定就不好 具体还要看八字中的整体组合 只不过流年神杀杨刃就为大凶 杨刃逢冲会有一场大灾结 叫做杨刃倒戈 要紧防意向不到的灾祸降临 更可怕的是冲克出生年约的干支 名曰杨刃断根 主牢狱杀身之祸 务必要万分小心 以上便是影片中杨刃为多个人物算命的内容 整体来说这部影片还是非常用心的 所涉及的东西很贴合人物的特点 杨刃帮助邵东的格局一样符合他的近况 特别是画三笔时选用粉色 最后还有一点比较有趣 就是杨刃为邵东施法鬼上身时所念咒语 以此镇灵深招请孤魂文照远来临 这其实是放咽口的配合经文 是民间追见死者的法事之一 人死之后作妻继承或明寿时 大多数人家都会举办放咽口以超度亡魂 小伙伴们觉得这部命案如何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老二留言讨论哦